我們就交給Denis 謝謝主持人的介紹 我其實是來亂錄的 我另外一個身份除了Mapper之外 我是中華民國維基媒體協會的秘書長 我今天穿的衣服也是維基宣傳的衣服 跟其他Mapper穿的藍色商品就不太一樣 我今天講的題目是DataHack維基百科開放階屠的新編輯器 我今天在演講開始之前要澄清一下 因為這是當初我投稿的時候寫的題目 實際上這個講廠的技術成分其實並不高 比較是UI或UX方面一些 對於這兩個網站新的編輯器 就大致上一個UI、UX方面的介紹 把它跟之前的那個比舊的編輯器還相比 剛好介紹過說我是中華民國維基媒體協會的秘書長 我在網路上那個闖蕩的ID叫Superplex 那我除了是剛剛Mapper之外 我在那個科技的那個博弱叫TechNews科技新報上 撰寫了不少有關那個開放資料相關的文章 這個就是那個TechNews科技新報了 那各位可能比較熟悉維基百科 但可能對OpenStreamMap方面可能不太熟悉 那首先我就稍微簡介一下這兩個網站 那這兩個網站都是屬於開放授權 開放內容的網站 那他們分別採用的授權是 維基百科採用CC by SA的授權方式 意思就是你只要標註說這個 這些內容來自維基百科的內容 它是用CC授權 然後CC by SA授權 然後也是用這種方式分享 然後標註說它是來自維基百科的 你就可以使用 不論是你是商用或非商用 所以可以看到說在像是Youtube那邊上面 可以看到一些 它的頁面是介紹歌手的頁面 你可以點進去歌手的頁面上 就看到歌手介紹 那這些內容它其實就是來自維基百科上 那開放這幾圖採用授權 它好像是去年的時候 把授權改成OpenDiBase License 它是一個適用資料庫的一個授權方式 它原先採用是CC授權 那由於CC授權對於資料庫的保護比較不足 所以它們去年的時候就把它改成OpenDiBase License 那這是維基百科的一些基本資料 它是2001年由Jimmy Wells跟他的夥伴所成立的 那中央版的維基百科則是在隔年2002年的時候成立的 OpenStream Map畫是2004年的時候 它也是維基式的運作方式 就是有社群大家一起共同共編 然後慢慢畫出來 所以說你可以看到 只要那個 你可以看到各地的OpenStream Map地圖 只要那個地區有很多Mapper在畫畫 那地區的圖質就非常非常豐富 比方說我以前 我會喜歡到處去看那個OpenStream Map的地圖 常去逛歐洲一帶的地圖 常會看到說它們連每一棵樹都把它標注下來 我猜甚至它們可能會把每一棵樹是什麼樹什麼名稱 比方說它的學名都擠上去 那相比之下 那相比之下 可能台灣這邊你看OpenStream Map的地圖 它可能就是非常非常的那個Rough的狀態 就是非常缺少資料 尤其是除了台北市之外 你可能去比較向下比較少網路活動人口的地方 比方說苗栗啊彰化啊 雲泥一帶的 你可能就只有看到幹線 就是神道 神道等等的 那其他的一些比較小條道路的話 就可能就是缺少狀態 OK 這樣圖 過來 這個跳出來 其實是要不要限那個 就是講維基百科為什麼要那個開發新的編輯器 維基百科其實從2006年2007年的時候有面臨到一國遺跡 就是它的活躍的編輯人數是下降的 就2007年的時候它的編輯的編輯者的數量是最高的 然後之後就是隔每一年都是下降的狀態 那直到新年也是同樣的狀態 那各位可以看到如果說有編輯過 欸 我問一下 各位有編過維基百科可以舉一下什麼 OK 那編過OpenStream Map的人可以舉手嗎 Mapper先不要舉 OK 就是寥寥無幾的 那這個螢幕上呈現的是那個 一般那個維基百科那個編輯畫面 你按了編輯鍵之後就變成這個樣子 那各位可能覺得有點怪怪的 那因為它有顏色 就是我有開一個那個 Highlight的功能 它才顯示出 比如說內部這個連結部分是有顯示出顏色的 那各位可能看到的是那個都是同一個顏色 然後充滿一堆代碼 在參載在其中的 那這個就是維基百科的編輯界面 從它一開始成立的時候 2001年02年10號就是這個樣子 頂多就是有人去寫一個 Highlight的一個功能 那那個有那個特殊代碼部分 有顯示出用高亮度方式顯示出來 那其實2002到現在2013已經十多年的時間了 那那個其實網路越來越普及了 甚至我們寫Blog也是用所見及所得的編輯器 那怎麼維基百科經過這麼多年還是這個樣子呢 那再來看OpenStream Map的編輯器 那這個是它OpenStream Map在網路 你透過OpenStream Map按編輯之後 你出現畫面就是這個樣子 那這個是我所謂那個台灣地區 圖資非常缺乏的那個縣市之一 好像是雲林吧 那可以看到那橘色的縣 就是某一條穿過這條鄉鎮的一個縣道 那其他像是這邊比較 那這邊比較小條的路 它就並沒有人滑上去了 那可以看到這個 這個是一直以來的網站 你在網站編輯人的按鍵下面 就會出現這個畫面 就左邊可能會出現一些點可以讓你去選 那右半邊 到右半邊這邊就出現那個 有一個B的衛星圖 那各位知道要怎麼編輯嗎 只光看到這個畫面 比方說你要畫一個道路 或是加一個便利商店什麼的 那其實它並沒有一個很easy user friendly的方式 告訴你說我要加道路要怎麼加 我要加便利商店加區公所 鄉鎮區公所要怎麼放 或是我要標注把農田標注出來 或是要把那個農田的水利的設施畫出來 所以其實你如果不是 如果你沒有稍微去看過一些文件的話 你其實看不出來要幹什麼 就一打開這畫面 看一張衛星圖 那有些地方更慘就是它沒有衛星圖在上面 你就完全不知道要怎麼辦 這畫就是另外一個地區了 你可能如果說你稍微摸 你如果沒有被那個編輯畫面 或是沒有那個網頁編輯畫面嚇到的話 你可能稍微會留意到左邊那個有很多的圖針可以加上去 那就可能偶然發現說我在螢幕上快點兩下就會出現一個點 那我去左邊選擇那個圖針之後 那那個點就會變成那個圖針所象徵的東西 比方說我剛剛講的區公所 那我可能選擇那個town hall這個圖針 那如果說我來加廁所的話我就加toilets OK 那總結一下那個 就是不論對OpenStreetMap或是維基百科來講 他們現有的編輯器其實是有很多很多的問題 比方說我剛剛提到他們就是可能開發很久了 那可能不適用比較現代的網頁技術去撰寫 然後看那個畫面覺得說不夠美觀 不過那個可能就是看不爽這樣 那它也是缺乏那個新手的教學模式 你可能按下去之後你根本不知道要幹嘛 然後就默默按XX就把它關掉了 那一樣這兩者都會有新手難以上手的問題 那也會有進階功能缺乏的問題 就對SignMap 對一些進階使用者 它已經會編寫了 會去畫地圖 用這編輯器畫地圖 那可能它那個進階的功能可能要很複雜 你可能要記一堆東西之後 你才知道怎麼用 那這的話就講說 新編輯器可能需要一些注意的事項 那這分維基百科按OpenStreetMap的編輯器 那維基百科的新編輯器叫Visual Editor 是有那個維基媒體基因會 他們的技術團隊所領導去開發出來的 那它所強調的就是所見及所得的方式去編寫 你就像你打Word一樣 你直接就是 你發現你打錯字了 你就是按Backspace 就把它刪除掉 然後再重新打 那如果要加連結的話 你可能直接就把你想要加連結的那個 特殊的字詞把它反白 然後就出現一個 出現一個那個 那個加連結功能 就是就把那個你想要加連結打下去 然後說你要編寫洪仲丘事件這個維基條目 那就是你要highlight國防部 然後想做個內部連結到國防部的條目 你就highlight國防部 然後按我要加連結 然後把那個連結的那個國防部打下去 就好了 那另外一方面是介面改良變得比較美觀 那也加入更多的基本的編輯功能 那一方面CMAT的新變引擎叫ID 那就強調說它有新手教學模式 介面比較漂亮 然後它以為它是 OpenSource 它拿到是基因會的錢 就是它找到一個贊助基因會 所以它可以持續一直開發 然後增加一些 對於進階使用者來講 比較進階的功能 對 那維基百科的那個新變引系 叫Visual Editor 它主要是想 吸引 剛剛我提到說 維基百科有遇到一個問題 就是它從2006、2007年的時候 它的活躍編輯者 一直是實現下降的狀態 所以它想要透過編寫 開發這個新的Visual Editor的方式 來讓一些來擴大使用者 就編輯者的數量 那它主要就想說 簡單的編修能透過顯示Wiki代碼方式 就能去做 這張 我可以再複習一下這個 就是維基百科那個傳統 就是它原來預設的那個編輯器長這樣子 那我這邊 這是紅眾求無事件的危機條目 這是我在前幾天在做簡報的時候 所截圖截下來的 那可能 如果說稍微有編寫過的話 這中間其實有參照還蠻多的那個 Citation 就是那個引用來源的那個語法在裡面 OK 這樣是 這樣其實效果不是很好 因為看不出游標在哪 這兩個分上下兩半部分 就是 已經 我這兩張是分別在那個 Visual Editor的編輯畫面之下 它所顯示的樣子 就是可以直接 嗯 好啦 這樣效果不好 就先跳過 OK 這張比較好一點 我前面有提到那個加連結的例子 那這個就是Visual Editor 在 可以把那個你想要highlight的部分 你想 你想加連結的部分 highlight起來之後 你就可以直接在那個 它就會自動跳出一個 加超連結的一個 就是這個pop up 那就可以在下面那個 框框裡面輸入你想要 你想要加超連結的 想要加內部危機條目名稱 當上去 怎麼又出現一張 這重複到 OK 我覺得它一個還蠻不錯的功能 就是它可以自動猜測你要打的那個 危機的條目名稱 它去搜尋那個 已經現有的危機的條目名稱 然後就會幫你自動完成 那由於亞都 跟亞都 立志大飯店類似的條目可能很少 所以它 其實 它那個出現的 猜測的那個詞 其實是非常非常少 只有與比 那同樣的 外部連結的運作方式 也是跟加內部連結差不多了 那這邊的話是 OK 這個的話是 加 為那個 段落 就指定 要增加新的段落 那其他也是 變成類似像 Word 或是 Writer Developed Office Writer 那樣子 你可以直接是 有個選單 然後就可以 選擇你要把指定 這段文字是 叫什麼標題 哪一種等級的標題 那最後它顯示的話 是變成所見即所得的方式 就會顯示出標題一 你選擇標題一 就會是標題一 所顯示的那個粗體啊 或是字的大小 標題二是顯示標題二 所要的Style 那 這個部分的話是那個 你要 你按儲存之後 所出現的畫面 它一個 格子會 是那個摘要的 摘要的空 的那個欄位 可以寫上那個 這次編輯的一個 小摘要 這張圖 OK 跳過 OK 不過 其實 維基的那個 那個 Visual Editor 視覺化編輯器 有這麼這麼多 好的一些 那個願景在 可是它還是有問題 比方說 維基代碼是一個多對一的關係 就是維基代碼對應到 看到HCM有空 那其實是 是多對一的關係 那這造成說 很撰寫的程式方面 會有些 困擾在 其實我已經 那 Visual Editor 這個編輯器其實有 滿多滿多的 現在還是貝塔版 那其實是有 滿多滿多的那個 抱怨在 比方說 其實是想要消耗資源的 你可以按一個編輯鍵 或者是按一個儲存鍵 它存 存個十幾秒 二十秒 都是有可能的 那其實它是 非常非常吃資源的 那 那我這邊念 第二點就是它的 基本編輯功能 它有些 沒辦法透新編輯器去完成它 OK 接下來我們來講 接下來講 OpenStreet Map 新編輯器的部分 那它原先的那個 預設編輯器叫 PowerLodge 你如果 有用GoOpenStreet Map的話 你如果沒有改動它的設定的話 你在網頁上按編輯 它出現的就是 PowerLodge 2 這個編輯器 那它是一個 它也有跟 維基百科 原先預設編輯器一樣 它 它 它是 網友 第一個接觸到的編輯器 它不夠友善 那照常說 很多人去按了編輯鍵之後 就不知道 下一步要做什麼 或者要怎麼做 畫 畫道路啊 加商店等等的 不知道怎麼做 它差不多不夠直覺 然後它也會使用Flash 這個相當好資源的一個套件 所以它是非常非常可能 你可能編輯 編輯到一半之後 它可能當掉了 那你之前所心意苦苦 畫出來的東西 就是從此 燕飛雲上了 然後還要再重新編輯一次 那 另外一邊叫JOSM 它非常非常強大的編輯器 可是它也非常非常難以上手 它功能包山包海 但是 學習曲線相當相當大 所以說 影響編輯器 應該是要 既能滿足新手的需求 然後又對一些 power user 也能滿足的 那 它現在編輯器是叫ID 然後是 有一家公司 新創工程 Napbox 所研發的 那它是拿到了 Night News Challenge 的錢 去看到出來 然後它是用HM5的技術 去實作出來的 那接下來的話是 ID OpenStreetRine的芯片 ID 它那個編輯畫面 那 它其實不只是在它的 編輯功能上下功夫 還對一些引導模式 下功夫 那這個抓圖的話 是它的一個 新手教學模式 它教導說 你可以怎樣操作這個編輯畫面 就按滑鼠 拖拉之後 你可以把那個 那個 移動的那個 你可以那個 改變它那個 底圖 那個位置 那這一張的話 就是 這張是編輯 點的那個 部分 那這個的話是 大家可以看螢幕 左邊有一條線 那 OK 先注意一下左上角 左上角 它有一個點 線 還有區域 的那個 三個按鈕 就可以顯示 比如說你 像這個引導模式 你就是說 大家可能會注意到 有這三個按鍵之後 你如果想畫到的話 你會選線 你如果想要圈 那邊住宅區域的話 你會選區域出來 你會選區域出來 如果只是想要加單點的事情 比方說商店啊 或者是 區公所之類的 你會選 點 那這張畫師 那這張畫師 我去試畫 那個 一個一條道路 依照衛星圖 那個影像 去畫出道路 那這張畫師 那個 這張畫師 就是那個 ID的 美觀的程度 就其他 是有 它顯示研究 其實有挑過的 那其實 會有對比性在 那你可能看起來 還蠻舒適 愉悅的 然後 也跟底下的底圖 也有一些差異 那你不至於 把那個 你 OpenStreet的圖資 跟底下的 衛星圖 搞分在一起 OK 那這張畫師 這張畫師寫說 那個OpenStreetMap 便你去遇到的挑戰 那其實 目前 大家 人手幾乎一支 智慧型手機的情況之下 而且 智慧型手機 又具有GPS的裝置 其實 越來越多人 其實有能力去記錄 一些那個 地理徒增的 你可以把你那個 你如果手機上 安裝一些 相關的 記錄軟體的話 你可以隨時隨地 就把你的那個 手機 GPS 功能打開 把你的 記錄GPS 軟體 開起來 你就可以記錄一條GPS軌跡了 雖然說這樣 非常非常耗用你的那個 手機電池的電力 但是 一般人是可以去記錄的 那 那 新便利器ID 其實 也是 也有跟 維基百科便利器有像 有一個類似問題啊 就是它其實相當耗費資源的 就是你可能要配備 滿好的電腦 才能去操作它 然後它又不支援所有流感器 比如說IE它就不行了 那 那 目前它是 目前在 OpenStreetMap的 ID的版本是1.01 那 它有許許多多的 Mapper常用的功能 比方說 畫公車路線的功能 它其實在 目前ID 目前還沒有 辦法去操作 OK 那 這的話就顯示 那個 它其實這兩個計畫 都是OpenSource的 那個專案 那 這個的話是ID的 Github的頁面 那 其實如果興趣的話 可以去那邊研究 研究 那這個頁面的話 是那個 維基百科 Visual Editor的 那個 它的Git的頁面 那 我演講就到這邊了 那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請問一下 還有問題 還有沒有朋友 想要問Denis問題 OK 接圖的規範部分 會遇到什麼樣的障礙 接圖的規劃 有什麼障礙 你講說 編輯器方面嗎 對 編輯部分 可能是比較是如何讓一些一般網路者 比方說沒有使用過GIS軟體的人 能夠很快的上手 也就是怎樣讓他最短時間之內 能熟悉這個編輯的那個氣 然後去把那個想要畫的道路啊 想要標示的商店能寫上去 因為並不是每個人都低級專業的方面 我覺得是可能技術方面的障礙是比較 就對於開發者來講 他可能是如何去揣摩一般人的心態 就是對開發者是比較 比較需要注意到的 問題 就我所知 我們在JOSN上面有一些 我們台灣社群會制定的一些 Tag的一些需求 那在ID這方面 我們是不是已經開始有 這方面的那個 在籌備說我們可能會 一起走時間來hack這個新的編輯器 目前的話 ID還是屬於開發還蠻 就它是 剛剛提到 它放在OpenStreet Map上是1.01 1.01版本 那它在現在測試的版本是1.01 所以說它其實 在地化其實可能還是要看各個社群的情況去 去看 那可能它 目前那些Preset 就放在那個 Github上的Preset 目前還是以 共通的那幾個去做 那有一些比較是在地性的那個Tag 比方說 目前我所知還沒有的Tag叫做 台灣還蠻常見的叫做 泡沫黃茶墊 那這方面還沒有這個Tag 所以可能它還要在 Core Search 努力去做 有問題 請問一下 好像我記得那個以前那個 關於Wikipedia的部分 好像會有學校的老師這樣 就是同學們當作一個作業練習 那 不知道說就是關於那個Mapper的部分 有沒有想過說 就是回頭去學校找老師 然後 會變成學弟妹的作業的一部分 讓他們從更年輕一點的時候就開始接觸這樣子 這題目就比較是不屬於這個 這次演講的那個題目啊 而且可能還是那個東部會比較適合去回答 我補充一下剛剛 抱歉 我補充一下剛剛那個會有我們的問題 那個IDHack的部分 其實我們昨天BOF完之後有決定說 每個月應該會舉行一個web seminar 就是說大家不用到啦 大家在網路上面就可以看到這個 seminar 那是一個技術社群的 seminar 也就是說 任何有技術社群 要大家一起研討的話 就透過那個 seminar 可能會一個時段 每一個月一次 然後一次可能會針對兩個主題 或是一個主題 看那個主題的難力程度 然後就這個部分來hack 或是來研究這樣子 如果有興趣的話 其實你可以把這個主題給做起來 然後等你來告訴我們 要補充這個教育 教育的部分 教育的部分 我們剛剛沒有聽清楚 有問題 你說OSM的部分嗎 OSM的部分 目前是在高中 我們去年有在高中地理學科中心 有進行三場的演講 然後在大學的服務學習課程 其實昨天也有講到是大學服務學習課程裡面 事實上宜有老師跟我們配合 然後就是用大學服務學習的時數來畫圖 所以你可以看到 譬如說 教育大學跟東華大學的校園非常的完整 等一下 等一下talk 大家留下來可以看到一張圖裡面 就是很多maplet 是在校園裡面 對 OK 那個單位 對 我們就要拍手 在校園裡面 對 那天 正部 偶然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